说到金曲奖 当然是众歌手们梦寐以求的殿堂 竞争激烈 也有很多实力派歌手入围好几次 却总是和奖项擦身而过 被视为是最大一株 像是猪肉王子蔡小虎 六度入围金曲 却都没有拿过台语最佳男歌手奖 许富凯也是等到第七度入围 才获奖在台上激动落泪 而至于呢 引一首追追追红爆的歌手黄飞 同样是等到了入围第六次 才获得台语最佳女歌手奖 虽然我们总是说入围就是肯定 但只能陪伴 心情总是有一点落寞的吧 歌台上还有哪一些明亮的遗珠呢 跟着我们一起细数 听到熟悉旋律高亢嗓音 就知道是天后黄飞成名曲追追追 也是KTV必点嗨歌之一 黄飞歌唱实力倍数肯定 但第一座金曲歌后 是直到入围第六次才获奖 得奖的是黄飞 得奖的是黄飞 黄飞 从第一张专辑就入围金曲 两千年出道至今 拿过两座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但光是入围就超过十次 还曾上节目大谈 成为遗珠的心情 说难过不是不可能 一定是有 真的很难过 我能唱一条歌吗 爱唱我的我的心歌插一刀 就问你的你的 荣心藏在刀 明明本首本首 假嘴三舅你害我每晚都帅 唱在刀 看得出来心情确实很失落 但入围很多次 却总跟奖上擦身而过的 还有她 爱情有意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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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有意 爱情有意 招牌动作前后摆动 耳熟能详的歌曲 几乎人人都会唱 人称猪肉王子的蔡小虎 一九九一年出道 一九九二年就奪下 第四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出道至今 蔡小虎发行二十几张专辑 还六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 男歌手奖 得奖的是 成功 会不会是拿错 好像拿错耶 怎么会写重缺咧 不过二零零三年 评审却让这个奖项重缺 从此蔡小虎铁了心 决定不再报名金曲奖 看好朋友王瑞霞来个爱的报报 因为两人同时入围 却始终与台语最佳男女歌手奖项无缘 说到一九八八年出道的王瑞霞 曾和罗时锋合唱这首歌 红遍大街小巷 歌词活泼旋律很轻快 成了王瑞霞代表作之一 但慢歌也难不到他 同时入围 王瑞bn 中国年�劇 只是 中国年益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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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沉嗓音濃厚情感 就是這首歌讓王瑞霞 在1991年首次入圍第三屆金曲獎 雖然沒有得獎 但王瑞霞再接再厲 七年後再度入圍 不過下一次入圍就等到第三十一屆 只是睽違二十二年入圍 沒想到還是共孤 虽說入圍就是肯定 但難免讓人覺得要拿獎 還真的很難 然後我常常游走在這過程裡面 所以說我隨時心情上要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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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角色心情總是反覆 每每入圍金曲心情也很忐忑 本土劇一哥王世賢戲演得好 大家也沒忘記他的好歌喉 汉尔姐将会合唱 这些歌曲都是台语碧点情歌 王世贤1987年出道 唱红多首台语金曲 却始终拿不到金曲歌王 廖度入围就在得奖门口徘徊 还曾在受访时坦言 真的很受挫 雪中红 我到现在印象还满深刻 一进入国父纪念馆 然后美光灯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美光灯 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时候一个人就昂了 那时候感觉 自己好像裴永俊这样 结果得奖的是 杨忠贤八百千秋三 得奖的是 王世贤 然而就在共孤六次后 2005年王世贤终于情难忘 获得第十六届 最佳台语男歌唱人奖 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或许就是这一次的激励 王世贤继续唱最爱的台语歌 只不过后续入围四次 都成了最大遗珠 听到自己名字忍不住激动落泪 因为许富凯可是等了七年 总算拿下台语歌王宝座 我等这一刻等了七年 我从底下要走上来这一段路 我一直在回想 我小时候学唱歌 到现在 发了片 拿着做奖 这个人生跑马灯 突然在脑海里一直转 我要谢谢我爸爸妈妈 要是没他们的栽培 没他们的陪伴 就不会有现在站在 金曲舞台的许富凯 真的等好久 许富凯当时打败500 荒山亮 浩子等人 终结六度共孤 夺下台语歌王 也证明自己的歌唱实力 其实2011年出道的 许富凯几乎年年入围金曲奖 实力更是受到二姐将会肯定 如今总算在2021年 夺下金曲最佳台语男歌手奖